第98台的复康巴士 中州建设董事长黄启伦 将车钥匙交到皮诺副县长 无力学手中 完成复康巴士捐赠仪式 这是皮诺县第98辆复康巴士 有助于强化身心障碍民众 无障碍运输服务 能够回馈我们的县民 等于也是在回馈 我们自己的一个亲友一样 所以说我们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捐赠给我们的县民 这么样大到所急切需要的复康巴士 我们是觉得说是很高兴 很荣幸的一件事情 无力学回赠感谢 撞击身障画家秦荣辉画作 感谢中州建设在身心障碍朋友 交通服务上给予的协助 复康巴士对屏东线 由将近五万多位的身心障碍朋友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尤其是他们在就医或者是就学上面 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工作上的需求的话 因为有这一台富康巴士 他们在进出上面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但是有人就问我说够不够 其实还是不够 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三星人士来协助我们 因为包括目前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是平顶的 平顶的我们陆续在泰环当中 体验新复康巴士的身障朋友说 有时要预约复康巴士不太好预约 期待有更多复康巴士加入服务 让他们出门更方便 其实他们在就医上就已经是很饱和了 希望说未来屏东会有更多的复康巴士可以投入 然后可以让我们也能够去 我说过了除了旅游 餐展 上课 进修等等 也可以能够让我们能够被满足 为了让行动不便的身障朋友及长辈外出更方便 中州建设捐赠这辆市价两百万元的富康巴士 不仅要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同时也希望能抛砖引玉 让更多有能力的人一同投入公益 嘉惠屏东县身障朋友 其实中州建设我们一直以来 对于我们这一块 我们比如说是一些比较 在社会上有比较弱势这些族群 我们长期以来都有非常多的一个关注 那我们是希望说今天捐赠这台富康巴士 也可以达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作用 目前贫东县富康巴士业务分平北区 平中区 平南区及琉球相办理 提供身障朋友就医 旧学 休闲旅游 房友 购物 参加社区日间照顾服务等交通接送服务 有需求的身心障碍朋友 可拨打各区车辆预约专线 或下贫县府设位处 贫东新闻 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 霸义 和下贫薄 阶长掌員